本集《Star Dog》的這位主角 曾經游走過世界各地 做了很多不同的Busking 然後回來香港, 又當歌手出唱片 近兩年又回歸當獨立歌手 說的是黃劍文 你好, 阿美, 你好 也有四年沒有出歌 為何會隔了這麼久? 我有迷失一段時間 是 自己也會考慮, 想我的方向是怎樣 可能以前我走習慣了 是 出走習慣了 所以我離開了舊公司 我又想走一段時間 是 誰不知就疫情了 我會否出去又拿回靈感或怎樣 也有不斷寫歌和唱歌 但可能步伐比較慢 太忙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自己想怎樣 有時剩下你的時候 就會思考我到底想怎樣做什麼 其實我仍然很熱愛音樂 有些粉絲可能在網絡上 就會跟我說做直播 又開心了 我個人也有時要被推動 有時可能是粉絲 有時有些朋友也會提醒我 現在決定要做一個獨立的創作歌手 其實真的不容易 有公司的時候 自己也習慣了依賴太多 例如找編曲、監製、填詞 可能填詞的內容也不是我 現在自己去做獨立 我覺得辛苦也是會辛苦的 但會享受更多的 態度很高 譬如找編曲、填詞 再曲自己 然後拍攝音樂 所有事情都是一手一腳 看見你參加過大大小小 各式各樣的比賽 去過台灣 是 超級巨星之前也玩過 是 唱歌之後再繼續參加比賽 是 我想我最初是因為家裡環境很差 有做過超市、有做過倉務 做一些工作也賺不夠錢 賺不夠錢是因為我也要給家 很想找一份可能有錢的工作 那時候因為自己懂得唱歌 那時候又認識了一些DJ 就叫我不如去台灣參加歌唱比賽 那我就去到了 那時候也有六十多場輪選 開始發現原來音樂是我的夢想 因為你知道台灣很喜歡說夢想 不斷就覺得這是我的夢想 所以我就不斷去追 很想找到一個平台 去讓自己發揮自己的才能、音樂 希望得到不同的人去認同 最初也有簽了五年的公司 最後因為我進不了十強 可能有十幾強 那當然是先捧十強 所以當時在台灣也有上限的節目 可能我去一些酒吧住唱唱歌 我也在台灣也打工 發現其實也挺難生活 是 所以最後回到香港了 所以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又參加了巨星 雖然我現在也… 甚麼? 就是… 已經年紀大了 已經三十多歲了 我覺得夢想也不分年齡 很多人會追夢的時候 就會覺得我被人笑 年紀大的時候更怕被人笑 是 而我覺得我有夢 我不怕被人笑, 我要去追 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怕甚麼被人笑 當然你說別人去留言攻擊我 我都會不開心, 我也會有感覺 但我覺得我還有東西可以去學 還有給別人看 我相信這首歌 其實跟你在這幾年的感受 真的很有關聯 其實兩年前, 我就寫好一首曲 因為疫情 因為有朋友的家人 還有我自己的家人都生病 他們離開 令我想起我曾經失去的媽媽 當時我學習最大的功課 就是珍惜 好像提醒我 很多東西都要繼續去珍惜 我很想在這首歌上 帶給聽聽的聽眾 可以感受一種安慰 或者有一個同感 找了Oscar去填詞 找了李端彈編曲 大師級 對… 他已經在這行程中很多年… 最初的時候 會否覺得有些距離 也不敢給那麼多意見 有一次去他們的工作室 看到V記 跟他唱歌時, 我覺得他一玩音樂 我就進入了他的世界 我是被他拉著 因為你見陌生人 跟他唱歌時, 可能你會害怕 氣氛就是你會融入在裡面 做歌時, 我第一個就想起他 馬上說, 我要找他幫我編曲才行 他不是立即答應我 而是答應我和我唱歌 要先聊天 看看磁場合不合 對, 大概我想要甚麼 我想要做甚麼 他很開放地問我想要甚麼 然後他答應了幫我編曲 我一聽演示時, 其實我已經很喜歡 他是監製 我去錄音的時候 我見監製或監製去監製唱歌 我有時會緊張得胃痛 但對著他沒有胃痛的感覺 可以很自愈 你自己也很放鬆 對… 錄完後, 你覺得跟以前的歌很不同 他說我這次錄音想有些不同 就是你要跟我同一個空間 說的時候也有些… 那麼有趣? 放了一個咪高峰, 到他旁邊 因為其實他不是沒有工作室 他想這樣和我錄音 他跟我說 你不像平時慣常唱歌 你可以用你全身去唱歌 你可以整個身體擺動 你可以用你全身的力量去唱這首歌嗎 那我就真的整首歌都在動… 用盡全身的力量去唱這首歌 他說你直播你不會只站在那裡就唱 他就覺得這個是要你整個新的情感 去給予出來 其實除了錄音有趣之外 我覺得你這次的音樂影片也很有趣 用了一個投影的方式 呈現了很多片和相片 這次的相片和片 其實你自己也是親自去找的 即是不同階段 可能小時候的相片和表演過的相片 和表演過的相片 他就找了一張 即是好像回望自己的人生 每個階段都要珍惜的東西 是 用投影機的方式 就把我小時候的片段拍攝一次 然後把一些表演的片段拍攝一次 當時拍攝也有感動 你評論了你的人生一次 是 看著我的人生片段 去唱自己的人生 其實我不知道他放了甚麼照片 因為我把他全部給予出來 是他在幫忙 再選擇 我一邊拍、一邊看 我個人覺得很有感受 很有感受 其中一張相片是你和媽媽的 我和媽媽的合照 是在我半年前搬家的時候 去收拾東西時找出來 拆除我看的時候 我自己也呆了,呆了 我覺得有這張相片嗎 為甚麼好像不覺得 媽媽離開的時候 也在12年前 我有一段時間不敢觸碰她的東西 關於她的東西 我是不敢看 不想去看 因為會很難過 我好像仿佛不記得她的樣子 然後看那張相片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從來不覺得她溫柔 但在那張照片裡 我覺得 只有我有一個很溫柔的媽媽 因為其實你媽媽的離開 因為她是輕生而離開 所以其實你自己也不敢去面對 這首歌 拍了一個微電影 在播放音樂影片前 那個故事就是說 我媽媽是有失智症 而她是忘記了路 就跑去山洞 我就要找她 找她的過程挺辛苦的 導演不斷地找我媽媽 不斷地說 媽媽…你出來了,你去哪裡 我叫了很多次 那一刻在內心裡不舒服 這些經歷也繼續告訴我 我是在成長 媽媽的離開 會否影響了你很多 從小到大 她照顧我們,她很勞苦 一個女人要照顧四個小孩 賺錢回來照顧我們 我後悔,當時她們也很難賭 經常輸錢,賭錢輸了 回來後可能會吵架 那件事就會令她更加辛苦 媽媽的離開令我更加… 覺得家人重要 因為以前可能覺得 很多事情都是理所當然的 家人就是要照顧你,就是要這樣 以前可能你會先出去玩 跟朋友見了 你可能給朋友也不給家人 就是因為媽媽離開 所以我會更加重視家人的聚會 例如我跟我阿姨、婆婆、公公 的關係是更好一點,更親密 在這個MV上 除了有你媽媽的照片之外 還有很多Busking的照片 其中一定要說說你 出走香港四年 是 去了世界各地玩Busking 那時候很難過 所以不想留在香港 去完台灣比賽,又是比賽完之後 我回到香港 去了澳洲工作假期 在工作假期,我打算放棄音樂夢想 比賽這麼多年,好像沒甚麼成績 你真的還沒去到發展的位置 可能當歌手的位置 是真的打算找工作 是真的打算去農場打工 我去到Melbourne的時候 不夠十天 聽到很多人在Busking 會有不同的樂器 有些樂隊、有獨舞 甚至有些畫畫 他們的音樂令我覺得很放鬆 很開心 其實我每次去旅行都會帶結他 所以去到的時候 我只需要買一個音樂器 麥克風、音樂器 那些所有的東西 我就可以去Busking 其實打算Busking只是玩玩而已 唱了三天之後就發現 原來我唱兩、三小時 就等於別人八小時在咖啡廳 或者是做酒樓的餐廳的價錢 那我就知道我其實也不用找工作了 那我就… 很清晰,對吧 不如你配我吧 只是Busking的年紀 在澳洲一直沒有做過的事 只是唱歌 我當時推出了展示碟 即是幾首歌 本來打算帶去送給朋友 誰不知我在街頭 原來唱歌可以賣碟 那我就賣了 買了所有碟 即是500隻買完之後 再印一千隻 然後再賣,再印二千隻 其實一、兩年就賣了二千多隻碟 所以也儲了少許錢 你去了多少個國家或城市 去完澳洲之後 我是從亞洲出發的 即是日本、韓國、不同的城市 然後再去德國、歐洲 不同的地方 在四年裡去了17個國家 39個城市 那些國家、城市是怎樣設計的 我多數會認識朋友 問街頭表演唱歌 去哪個地方比較適合 也會詢問不同的旅客 明白 但我真的說去就去 當中一定會有些危險 始終在其他地方 人生路不熟 開心的事多於不開心的事 會被人拿錢 走過便禮手便拿走我的錢 我要拿我的錢 如果有人在這裡也會幫忙 但其實也沒有了 人們拿走便拿走 這四年,遊走世界各地的旅客 你最開心的是甚麼 看到很開心的歡笑面容 唱得很開心 例如《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Stand By Me》 即是一些很經典又開心的歌曲 看到他們會在這裡跳舞 在這裡唱,跟著唱 我覺得很可愛 在街邊聽唱歌的人 他們都會流著淚來感謝我 我覺得原來我的音樂 可以感動到人 可以把法樂帶給別人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入行一段時間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白樂幫助 其中一個要數的一定要是 Vivian周圍 她真的幫了你很多 的確她幫了很多 是由我… 還沒決定簽不簽公司時 她已經鼓勵我 她寫了一首歌 鼓勵我繼續唱歌 我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聽她的表演時 我已經太幸福了 這次新歌也是她鼓勵我去做的 因為她聽了我的表演 不如做這首歌吧 所以我覺得有前輩去提攜 去看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帶我去紅館 最難忘的是紅館的聲音 上來歌樂的舞台 在紅館看很多音樂 但你沒想過你會站上台唱歌 例如我出來唱歌的時候 我聽到那些歡呼聲 雖然是因為Vivian才有 但我會覺得很興奮 叫我繼續努力去做音樂 就算要自知做音樂 我也願意去答謝支持我的朋友 希望你接下來有更多不同的作品 帶給大家 不要停那麼久 好,謝謝 謝謝,謝謝見面 謝謝